大家好欢迎来到蒙鹿玩具 献祭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在斗罗大陆中小五就曾对唐三进行过献祭 是一个非常霸道的技能 不过这个技能也不是一直都能用 小五曾说过浑兽进入成熟期就无法献祭 那么问题来了 浑兽进入成熟期就无法献祭 为什么阿银却依旧能献祭呢 在斗罗大陆中浑兽化形成人后会分两个阶段 分别是六十级前的幼生期和六十级后的成熟期 按照唐浩的说法 化形成人的浑兽在幼生期很容易被封号斗罗发现 进入成熟期后就不会了 而在大结局中小五还曾说过 化形成人的浑兽在进入六十级后的成熟期 便无法进行献祭 小五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毛病 毕竟唐浩也说过 化形成人的浑兽进入成熟期后就和人类没什么区别了 不能献祭也很正常 但问题就在于 唐三的母亲阿银 同样也是化形成人的十万年浑兽当年在献祭的时候已经是七十级了早就已经步入成熟期很久了看到这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觉得应该是蓝银黄有什么特殊的技能 毕竟在斗罗大陆里蓝银黄算是很特殊的一种浑兽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只是吃设定而已 虽然说蓝银黄很特殊但在斗罗大陆里特殊的浑兽可不止蓝银黄一种 但他们到最后都没能逃脱大自然的规律 因此尽管蓝银黄很特殊 但进入成熟期就无法献祭的规律蓝银黄依旧要遵守 至于阿银在进入成熟期后依然能够献祭 纯属是因为斗罗大陆幼痴设定了而已 因为在斗罗大陆早期是没有进入成熟期就无法献祭的设定的 至于小五说浑兽进入成熟期就无法献祭 应该是小五在安慰唐三时随口这么一说的 因为当时小五正在和唐三进行双神融合 唐三不清楚状况误以为小五又献祭所以很紧张 而小五便安慰唐三说他已经进入成熟期 已经是人类的所以无法献祭 结果没想到小五这么随口一说 却和阿银献祭的剧情起冲突 于是便吃设定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